看一下那個有關於2元是連立方人士的那個劣勢的部分 所以要提醒你怎麼去劣勢 然後看怎麼說 好我們看怎麼講的 題目說有個老師在郵局花了127元 買3元跟5元的郵票 共35張 那麼3元的呢買X張 5元的買Y張 請你列出那個連立方程式 好那我有講過嘛 我說解重應用問題一共幾個步驟 五個 分別是假設劣勢 計算對不對 好那以這一集來講的話 他只要去劣勢而已 那假設你也不用假設 因為要幫你假設好了 3元的X張5元的Y張嘛 所以你現在想做益心事也是劣勢而已 好請問你怎麼練 你要練兩個式子喔 怎麼練 好關鍵是你把它圈起來好不好 分別就是兩個東西 127元跟35張 好先從簡單的做起 你覺得35張比較好寫 還是127元比較好寫 35張 因為他說3元的X張 5元的Y張 代表X的加Y應該點多少 就是35 就是35 這兩種 兩種加起來就35張 對不對 如果這個3元的有23 那另外一個呢 就應該是15張 總和相加一定是35張就對了 好接下來還有一個式子要寫 哪個式子 127元 對不對 好 127元怎麼算出完的 3元的有一個張 所以請問你總共多少錢 是不是3的跟4 5元的有Y張 所以總共多少錢 5Y 然後呢 這兩個相加肯定是127元 這樣會嗎 好 這樣練習就練完了 所以答案是這個 對 答案要值而已 好 那我們希望讓你多練習一下了 好不好 如果你會劣勢的話 那計算就不難了 好 這題目我們來順便練習什麼 做計算好不好 來怎麼計算 我先講一下喔 藍色就已經是答案了喔 你先別在我家算了 因為題目只要劣勢而已 對不對 我們看怎麼計算 來練習一下 來第一次乘幾倍 乘3倍 為什麼乘3倍 因為我要把X變多 變成是3X 然後呢 加幾Y 3Y 乘3變成是105 下面第三次了 對不對 3怎麼來的 是由1變3的嘛 所以先滾誰就好 23就好了 好 3的一個是3的一個是10 你告訴我 相加還是相減 相減 因為只要符號一樣 正正或呼呼一定是相減 所以我們去拿2-3 所以變成3-3 也是不見的 5Y-3Y變成2Y 再來127-105是22 所以Y多少 Y11 那請問你X呢 X就多少 就這個算就好了嘛 對不對 35-11 就24 所以題目 如果題目說請問你 那個3元的有幾張 5元的幾張 那就很簡單 3元幾張 3元就是22張 3元的有20 寫錯了啦 3元應該是24張 然後5元的呢 11張 好 紅色的部分是我額外教你們的啦 那以這些兩張 藍色的部分就可以了 這樣會嗎 如果這個會的話 其實 那個22就這樣子而已 OK 好 這個你把寫上去吧